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廖教練今天又帶大家來打羽毛球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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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猛 這個非常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我們先講一下他的頭銜好了 他是全台灣男雙第一次前進奧運的選手 他的世界排名最高來到世界排名第三名 那他也是我的高中學長 不過因為我們的年紀差了五歲 所以我們沒有遇到 在我高三的時候放假的時候也會來指導我們 所以我們就是有小熟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這位那些年追的偶像 真的是偶像 我相信在80年代的時候應該是很多人的偶像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就是男神方建民 學長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方建民 學長剛剛有聊到你的世界排名很屌 然後包括你是奧運的第一個男雙的人選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其實奧運打到八強 那時候在打奧運的感覺是怎麼樣 緊張非常緊張 因為第一次就跟今天一樣 非常緊張第一次 我跟你說因為學長跟我們的距離有點遠 在球界當中這種學長等於是落差很大的 所以我壓力很大 學長他考慮了一個晚上他就答應我這個邀約 那其實連我自己都不可置信 那其實很多我們頻道的朋友都 回覆蠻踴躍的都叫你台灣牆壁 以前或許很多人這樣叫我 但是我現在都用台灣衛生紙 為什麼呢他們會說防守很好 像台灣的一面牆壁一樣都打不穿 對對對 但是我現在都用衛生紙 形容你自己 形容我自己 一打就穿 那我們怎麼辦 蛤? 那我們怎麼辦 你也不是選手了所以沒關係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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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真的非常感謝學長 那學長今天要為我們帶來兩個課表對不對 那第一個課表是什麼 平抽 就是防守上的平抽 以及挑球 就是中後場的處理 防守上中後場的處理 對然後我們待會用一控三的形式下去做 OK 然後我們在這邊也要感謝我們的母校 新風高中 就是有派兩個學生來支援我們 對 所以我們今天的內容應該會蠻不一樣的 因為今天 跟六教練挑戰系 我們現在還在猶豫到底要跟學長同隊 還是要跟選手同隊 打不贏你 就加入你 可以 因為我現在目前打的四場 勝率是零 哈哈哈哈 好 沒關係 我跟你同進退 好好 那我們待會就學長跟我同一組來挑戰高中生 這組高中生其實也算是高中界的新星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期待一下 那先讓學長帶著我們來參加第一個 三公益的一個課表 OK 然後學長帶著做細節的分析這樣 好 那我們就走吧 抓到 我一下 我來 直線直線 人生 來 看 好 好 好 是 不 老闆 在 台 走 幹什麼 像 你說你退役 你確定 對啊 看起來有比較喘一點啊 不是有喘一點是非常的喘 我們三個剛剛隊完 你知道防守 還是一樣打不穿 尤其他寶希那個 抓成這樣還是沒什麼必用 那代表他往前不好 要注意啊 因為我們今天有邀請到高中生啊 所以高中生剛剛都平衡肥練啊 真的強度真的蠻高的 其實這兩個高中生是蠻強 我們也從國中看到現在這樣子 像剛剛我們打的是三公一的防守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設定的是 所有基本上都是偏硬的球 對 就是以挑球跟平抽為主 為什麼要打平抽跟挑球 還有他的一個技術解析 你可以幫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基本上最簡單的 挑的方式 其實大部分的球員他們都做得到 但是 挑的方式 理論上來講是最簡單 但是他也最困難 我相信你們如果是這個頻道 長期的觀眾 你一定會看過上禮拜 明豪就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的挑 其實不管挑球 或者人家殺下來的挑 其實都一樣重要 當然 這個殺下來的挑 你的出手的時間點 會比一般的挑還要更重要 因為他的速度來會比較快 所以你的難度會增加 那你在挑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我們如果以挑的形式來講 我們會屬於有釣動的方式 去釣動對手 不會讓對手站好好的 站在原地 起跳起來殺球 因為你如果以職業級的水準來降 你這個挑 沒有挑好 其實就是人家一個得分的機會 對 所以我們的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那像這種挑球的重點啊 怎麼把球送到位 這個我覺得很關鍵 上禮拜的影片 其實我也有看過 他會講到一個節奏 會講到的一個有一個面 這兩個都是很核心的一個技術 這個挑的概念 你必須要有辦法去做到 借力使力的概念 他殺下來是很快的 他殺下來你在對的時間點 去挑到這個球 這個技術就會比較重要 你抓得到時間要挑到位 很容易 但是你離開了這一個 該出手的時間點的面的話 你就很容易挑 不然就是挑出來的時候 球會變成半場 其實學長剛剛講到很重要的是 節奏跟這個空間的問題 很多人都把這個問題歸咎於力量 其實應該最少的是力量對不對 力量的重要性應該沒有很重 打到我們職業級的水準來講 我們在防守上 基本上都是靠大拇指收腕 對 還有微微的小臂去帶動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力量 其實不會到吃很重 而且我們真的在防守的時候 是處於一個稍微放鬆的狀態 準備的時候是稍微放鬆 但是你球打來的時候 你在打的時候 你還是會吃到一些力量 所以你的手腕 你的大拇指還是得去撐住 動作是最重要的啦 然後跟點最重要 對 一直想說要用力把它扛回去 對 然後其實 剛剛學長講到一個重點 他們都是借力使力在打 對 他們不是自己發力 因為像這種自己發力 我們剛剛這樣練一攻三的過程當中 那球速非常非常的快 那其實只有借力使力 有辦法去做到這個地方而已 對 因為你像我們本身來講 我自己也屬於不是那種 很有力的選手 所以我沒有辦法 從頭到尾都靠力量去扛這種東西 對 因為這樣扛 你會很快就疲勞 只要有在打球了 你就清楚 其實你打到一半的時候 你只要疲勞了 或者你喘不過來 你就完蛋了 像我剛剛這樣子 對 你就完蛋了 其實你當過選手 你就會知道這個情況 對 因為剛剛有一個過程 我已經衝到前面了 學長還是硬要給我嘛 這個就是一樣 你沒力沒有激勵 你就算再大力 對對手來說 那都是很慢的東西 那都沒有危險 對啊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待會還會再介紹一個 就是稍微偏軟的 像這種平抽算是追上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你說的挑球就是調動 對 然後平抽就是 單邊半個下去抓 是這樣沒錯吧 對 然後我們再來就是 以擋放上去做球的東西為主 還是用一公三的形式下去做 OK 我們就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真的是也練滿久 你看學長 有這麼多汗 然後學長 比我好一點點而已啊 我覺得我沒有比他穿很多啦 對 沒錯 但是我覺得他的球數真的 跟我高中合作金褲在打的時候 那個真的也是沒有差多少 有啦有差了啦 反應給有差啦 對啊 我真的覺得是神啊 跟神一般的存在 看 再過來看 好難怪 小心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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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什麼叫角度 比較爽耶 你要分球耶 欸 也分球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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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阿 帥哥 有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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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想要彈落頭 沒有 轉喔 剛剛展現的就是第二個課表 那學長稍微有比較挑球的部分 少了一些 那用抽擋 假設你抽過人了 或壓迫到他 或是擋到邊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幹什麼 其實在雙打裡面這個技術很普遍 尤其像抽啦 挑相對來的少一點 除非他本身的 防守能力比較差一點 他才會一直挑 那當有一定技術水平的選手 他肯定會抽 擋 分這些東西 一定會做的比較多 羽毛球當中 你一定會聽過一句話 最好的防守 叫做進攻 這個球為什麼要打 要抽 你主要是為了上去去做一個 搶網 搶攻的動作 製造一個進攻的機會 主要在這邊 因為我被你壓到的時候 變成我沒辦法發力 然後沒辦法發力 我球過去可能就是偏慢 那對我們有些速度比較快的選手來說 他就很容易去 做一個反擊 所以在這邊也提醒 就是中程度以上的一些球友 就是說你平抽完其實不是站在那裡 對 而是去銜接你下一顆的前中場 對 那我們所說的前中場就是 場地切割這樣算一半 然後的前面 對 就中前場 就像剛剛學長這樣打的 那甚至上去也可以做回放的動作 製造你搭檔攻擊的機會 進攻的機會 對那這個大概就是 一個平抽追上比較硬的打法 跟比較軟的打法 剛剛我們教的第一節課 就是會偏自己上居多 對 然後在這裡抽擋波可能就是偏 你可能搭檔上去做攻擊的巨多 就是說我們是要去製造一個 我的搭檔進攻的機會 那我上去做一個搶放也好 撥半場也好 或者推後場 其實主要就是給對手一個被動的處理 那讓我們處於主動的情況下 那以理論來講 我們在進攻的情況下 我們的失誤率肯定會降的比較低 對 主要就是這個 哦 了解了解 那我們該回就 因為剛剛防守跟這個東西都練完了嘛 待會我們就來 play一場 OK 我今天下定決心 我跟一個高中生 你跟一個高中生 好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認真打 我們獻給觀眾朋友 就是很棒的一場球賽 OK 因為我們今天都已經流汗流成這樣子 好 非常感謝學長今天帶來兩個課表 但是最精彩的在後面 我們再play一下 OK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FIGHT 1 2 1 3 3 1 3 1 5 2 比搖 五千 射裝 佗 白球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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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還要 我爭議喔 我爭議 就是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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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有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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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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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 夥動 额 额 你收的算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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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差点 哦 好了 啊 现在才久不遇我 一定要教練轉十秒鐘 在揪目擊是不是 我們打二十一分 好 OK 我進去加油 打 GO 為什麼連長球都會失誤啊 有了 我們輸球就算了 就給我學長羞辱 學長說 這邊休息啦 我們休息就 這邊休息有多少 十比六而已啊 沒有差很多啊 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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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意的 是故意的 兩種就來看見 喂 好 有了 好 有了 會 趕ela 補相 嘿 還是 中槍 轉給寶角 成果 來! 走! 走! 對啦! 好啊! 但是腳不夠力 沒差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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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哈哈 可以 要教練現在所使用的戰術 叫做綁鞋帶的戰術 很多選手打到喘的時候 就會使用這一招 各位選手要學起來 就! 走! 快點 快點 做特寫 收收收 收收收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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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試算平戳 你在上海搞痛 你在打戰術 你怎麼在練習 你剛剛你同學 蔡振穎喔 他剛剛在平戳你沒感覺 你跟小朋友玩 不要鬧好不好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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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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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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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一個休息戰術 剛才說這也是算休息的戰術 可是年輕選手不要這樣會被裁判導師罵 對不對 不能 對 回去會挺的 練不完 欸 不算 這一根不算 這一根開一看 這一根開 這一根有點誇張啊 這一根有點誇張啊 這一根有點誇張 要保保屁 B kite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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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啦 嘿 嘿 開火 有 欸 你剩自己會發 你會不會發 你會不會發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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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以選輸的分數 沒有人選出 還好啦 21比13啦 對啊 對對對我覺得我還有努力的空間 那這樣我大概就是世界第四嘛 對 不行 那個選手的殺球真的 殺到最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出手 殺球太軟很容易被你 反借力 這我覺得很危險對不對 就像我們剛剛的課表教的 對 但是其實 以到一個水平來講 這些選手其實不外乎的 常常在做的叫做變化 對 其實我們進攻上 不可能每一顆就跟投手一樣 他可以投160 他不會每一顆都投160 對 因為那個節奏會被對手抓到 就像剛剛學長講的 我們的攻擊手是投手嘛對不對 對 然後防守的可能就是打者之類的 對 你要去變節奏這樣子 對啊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我沒有在變節奏了 有啊 但是打者還是會去掌握你的節奏 對嘛 比賽比什麼 打出好球的 打出拳雷打的 打出安打人 那個就是英雄嘛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其實 我個人覺得 讓我球挑起來到學長手上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壓迫感 但是我只要可能攻擊 或是我的平抽五六號都沒有打好的話 我壓力就很大 因為隨便被你壓到 我在下手都很 很難去回擊啊 因為過程當中很多顆嘛 其實這個當中 就是我們所講的 你沒有辦法每一顆起來 都全力殺球 剛剛在分享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問題 球要挑出來有沒有到位 那是一個重點 對 那當你的球挑出來 沒有送到位的時候 你的壓力來的時候 其實每一個選手都知道 這時候他會盡全力的 去做進攻和連貫 那這個進攻和連貫 就是在羽毛球的技術當中 他很容易得分的一環 所以這個 你就會覺得 很受破 很不舒服 那當你準備來不及的時候 這時候會最容易失誤 對 學長的打法都幾乎在高點 對不對 對 你都踩高點 所以我覺得腳應該蠻重要的 腳必須要到位啊 你腳不到位 其實就像現在很多的教練一樣啊 他有技術 但是他的腳沒有辦法 跑到位的時候 他就會很辛苦 處理出來的球 就不會那麼細膩 等一下我後製的時候 幫我上一個弓箭 他剛剛講很多教練 就在講 我有技術然後沒有腳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事實啦 對啦 學長已經退役八年了是不是 快十年 維持得很好 那球質真的是棒 然後真的是也非常感謝學長 就是願意來參與 像我們這種 我還沒有很成名的一個系列 我會繼續努力 因為有了學長的加持 然後還有前面的這幾個選手的支持 那我們就還是繼續努力去 努力往這個方向走 因為我們畢竟把這個系列做成 算是比較專業的系列 跟大家分享 對啊 然後 學長目前是在當老師嗎 對 是在攤攤的學校嗎 對 是在哪裡 可以跟觀眾介紹一下 我在長榮大學當老師 那 我自己手上有很多的選手 那我們的選手 有分為一般組和公開組 公開組就是提寶生 那一般組他是落在一般科系的學生 那我們一個禮拜會有五天的訓練 我們也歡迎就是喜歡打羽毛球 還想要繼續延續你的運動生涯的選手 來跟我們的團隊一起努力 學長你剛剛說一個禮拜練五天喔 對 那你確定你是在長榮大學 對啊 不是長榮高中 不是長榮大學 我大學練五天很難耶 因為我們系上有專長課 所以我們就是有規定就是試練 所以學長都會下去帶隊就對了 對對對 我覺得如果打球還有興趣的 就想要大學還要繼續想要精進的嘛 不管一般組跟公開組都可以 那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手 對啊 然後會一起練這樣子 由學長這樣帶 對 其實我自己個人也被他帶一段時間 就是高三下你們在左移訓練的時候 你們休假就會來陪我們練拳對不對 他跟蔡嘉欣嘛 那我們希望透過學長來幫我們Q一下蔡嘉欣學長 好 我們再表開一下 再邀請一下我們以前的新豐各種怪物男霜來參加 但是現在他是國家隊的總教練 對 所以時間上會比較難配合一點 對對對 那在這邊也非常感謝學長這樣子 然後也非常感謝我的母校新豐高中 對 然後李老師派了兩個選手來陪我們做一個拍攝 所以今天的拍攝真的跟我們以往的非常不一樣 那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還可以來達陣來打球這樣子 OK 歡迎 學長我們現在這個球館叫達陣羽球嘛對不對 對 達陣羽球館 對 在關廟的哪條路上 其實關廟大部分都知道啦 關廟就只有這一個羽球館而已 因為砍棒夠大 沒有沒有 關廟就只有一個私人的羽球館而已 OK OK 好好好就是 本身關廟人都知道嘛 我基本上每天都會在這邊 對對對 就是也可以來這邊看嘛 那我非常感謝學長 那我們下次見啦 OK OK 掰掰 掰掰